字幕提供 這我們可以去Refresh,如果剛剛有輸入的話,Refresh它一次 然後它就會變成那個 清空的 狀態 那你可以用這個鍵盤 輸入或者是用這邊的 這邊的一個 對話框輸入都可以 那我們去按最大值,在這邊顯示出最大值 那假如這個部分你輸入的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,那有可能會有出錯,我們測試一下Refresh它 那假如我輸入的是 這樣 其中有一個錯的,然後最大值 按下去它會告訴你 執行錯誤 所以為了要避免這個事情發生,你在程式碼的部分要做一下 做一下修改吧 做一下修改吧 好,做一下修改 那 我們去做一下修改的話就是 這個數值 數值 1 文字 是 number嗎?如果是number才能比較 如果不是number就要轉成number 所以 或者說 出現錯誤 的訊息 告訴你 不能夠 不能夠執行 所以在輸入的時候你就要提醒他 提醒他你輸入的不是數值,請重新輸入一次 類似這樣子 所以 我們在這裡要做的是數值 數值1的部分 問 是不是數值 是不是數值,我們這邊有一個 好,這個函式 這函式 那什麼 是不是數值呢 就是這個 數值1的文字 是不是數值,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那就 可以 不是的話 不是的話,他就需要 提示你重新輸入 所以邏輯上的話是 if 我們有提示,我們這邊有一個 可以 我 可以 是 可以 如果不是数值 NOT就是逻辑里面的反过 如果这个不是数值 NOT 这个输入不是数值 那就会呈现FORCE FORCE 那FORCE就是TRUE 如果这个不是数值 你就需要提醒他 要输入数值 输入数值要跳出一个对话视窗 跳出一个讯息 应该说跳出一个讯息 数值 数值 这边有没有可以 执行跳出讯息的呢 沒有 請各位找一下這個地方如果我們判斷說他不是數值 那我要讓他跳出訊息 就是請他輸入數值 要不然他這個部分 不是數值他會不能夠計算會有錯 所以請各位想一下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解答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切一下畫面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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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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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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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提供